第135集 使大丈夫就该如曹蒙德所说 当以龙相比 龙大则星云土 小则引界藏形 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 银则潜伏于波涛之中 讨筛的人就要找上门来了 我又能往哪儿引呀 鱼子鹏双手抱着脑袋 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咋了 忽然鱼龙太做出了果断的决定 一挥手他对鱼子鹏说 你签下的一不是赌债 而不是嫖债 好难而敢闯天下 就必有跌宕 有你老爹的才是 这些债 我替你挡了 可是 可是 鱼子鹏摇摇手 此时要说什么 但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不敢告诉老爹 这些欠债 已经使他盗用老爹的印章 扩了三年时光 没有偿还 如今横昌沙场 兵临倒闭 人家债主们 是再不肯缓期的了呀 鱼龙太当然不知道 儿子暗地里 坐下的鬼把戏 想出了党斋的妙计 他已是如是重负了 你也别这样 无地自容 说清楚了原委 我也不再怪罪你了 虽说是开沙场赔了 实在难免 与你一个不知经济 不懂商务的公子哥 怎么能够开工厂 做生意 还奢望齐开得胜呢 不过呢 你不似你大哥和老三那样 窝囊无能 敢于独自立业 这就是有出息 儿子 虽知父亲财力雄厚 但也实在不甘心 坐吃祖产 看见老爹被自己 绕在了圈里 于子鹏顺水推舟 趁势往自己脸上 涂脂抹粉 所以 悄悄了 我才在外边 搬起了沙场 我原来的想法是 等沙场有了规模 赚了大钱 成了气候 再向您老禀报 到那时 我也算给 鱼性人家的产业 添了点砖网 谁想到 事与愿违 原来这半实业开工厂 经商做生意 绝不是长颗脑袋 就干得了的 这其中 有这么深的奥秘 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尤其是在当今 于龙泰打断了儿子的话 自己指手画脚地讲了起来 列强操纵中国经济 洋货毒把中国市场 中国的商人 都已被挤兑的 就要亲家荡产了 世界列强 仗着洋枪洋炮 杀尽了中国 如今 他们更要将 亿万同胞的 明知明告 西干允禁 打败朝廷 只是开短 鱼肉中国 才是人家的 长久之计 有出息 有志气 子鹏 挺起胸来 老爹做你的后盾 这个沙场 要办下去 要起死回生 要被水一战 不成功 一成人 就是我鱼龙泰 辞了三井 在鱼行人家 也要保住你的 恒长沙场 子鹏 这可就看你有没有恒心 胆量了 父亲大人 孤动一下 与子鹏 激动不已 他又冲着老爹 跪在了地上 有父亲大人的鼓励 支持 就是刀山火海 儿子也在所不死 不想做出一番事业 当初 我何以要把这样一个 新疆倒闭的部场 接过手来 不想立足社会 我又何以废寝忘食地 在外面苦苦支撑三年 指南而上 以不做而不休 这次不把恒长沙场救活 我与子鹏就白吃了 这二十多年的米粮 指天发誓 与子鹏也真的立下了恒心